我是克莱德,是一个发明家,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有一个爱我的妻子,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我们一家的命运因为两个歹徒彻底改变了 这天,两个歹徒闯入了我的家中,一个歹徒挽住了我的手,让我不能动弹,其中一个歹徒在我面前奸杀了我的妻子,随后又杀害了我的女儿 而我因为被他连同两道而失去了意识,凶手被抓到了,法院开始审理我的案子,我收集一切可以收集的证据,只求他们认罪福法 这天,附作案子的律师尼克找到了我,他开头第一句话对我说,你相信我吗? 我有一种不强的预感,但是我也只能尴尬地说,是的,相信 尼克是一个有名的律师,他所接手的案子,凶手的定罪率是95%以上,在律师界,他是一个知名人物 因为我的案子有法律漏洞,因为证据不足,无法给凶手定罪 但是尼克不愿意因为我的案子让自己的定罪率降低,于是他选择和其中一个凶手做交易 而且是那个杀害我妻子和女儿的凶手,尼克说服了他,他运指证另一个凶手阿米 而他作为污点证人,只会判处三年的监禁,我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尼克说从某种角度上看,我们是赢了这个案子的,我告诉他我难以接受,起码还没有到最后 我们还可以再试一试,也许我们就能胜诉了呢,也许法官承认我们的证据了呢 但是尼克却不愿意冒这个闲 面对腐朽的司法体系,我决定自己来审判这些有罪的人 十年了,今天是阿米被判处死刑的日子 而另一个凶手多比正在逍遥法外 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一个科技向特工,专门制造暗杀武器 十年间,我已经熟读了各种法律条款,而复仇是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 今天原本阿米可以在无痛药剂下死去 但是我通过无流服务将药剂换成了氢化物的剧毒 然而在万分的痛苦中死去了 然后又通过监控手段将多比,又拼到一个废弃的工厂 然后把它肢解成25块 在我的眼里,他们两个是罪有应得 之后法院轻而易举的找到了我 尼克从一开始就知道是我干的 我被抓进了监狱 但是进监狱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我用这些年我熟读的法律条款 将当年那个审判我案子的警察官耍得团团转 然后,我开始和尼克做交易 我对他说,既然你喜欢做交易 那我就来和你做交易 我告诉他,用一条人命来换取一份午餐 午餐没有按时送到 自然死了一个人 之后,我连续和他做了几次交易 只要他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做 就会死一个人 最后,尼克怒了 他告诉我,那是六条无辜的生命 我告诉他,是他害死了他们 因为他没有信守承诺 我最终的目标是政府大楼 我想炸仰那里 一天夜里,尼克收到了一封神秘的邮件 上面写了我的藏身之处 其实早在几年前 我就已经挖通了监狱和外面的通道 那些人都是我通过那个通道逃出去暗杀的 我安装好炸弹之后 从通道回到监狱 我在监狱里面看到了尼克 而尼克在之前就已经找到了那个炸弹 并且把那个炸弹拆了下来 安在我的床底 根据我的设定 只要我拨通一个电话 炸弹就会爆炸 在最后我对尼克说 不如我们再做最后一个交易吧 然后我拨通了那个电话 尼克看到我拨通电话后 尼克退了出去 警察也锁上了那个监狱的大门 炸弹爆炸了 我钻着女儿死的那天 给我做的那条手链 眼看着一片火光袭来 我离开了 但是我也终于等到了尼克的那句话 他在最后一刻对我说 我不会再和凶手做交易了 我想这便是我想要的结果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 请订阅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